大家好 我是特德星的CK 我今天又來到機場 我這次去大阪旅行 上11月去東京 這次我是第一次去大阪 我小時候也去過大阪 不過是更長的 這次是自由行 我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旅程是很積慶的 是兩天前 我跟家人說想去旅行 之後就馬上買機票 今天就飛了 兩天後就飛了 超級快 11月跟現在的機場是超大分別 11月的時候還沒完全開關 所以其實是很少人的 今天的機場是超多人 現在是7點半 6點多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 超誇張 已經是回復正常 現在7點半是可以入閘上機的了 因為我的機場是8點2開的 所以現在差不多要排隊了 那我們去到再說吧 拜拜 拜拜 終於到了日本機場 現在在等行李 我們12點半的時候下機 現在已經1點半 差不多用了一小時 因為現在大阪 要檢查有沒有打三針 如果沒有打三針的話 剛才差一點就被人扣留了 因為我忘記帶針卡的證明 所以差一點就被人扣留了 在那裡 我完行李出來 就有很多這些售賣機 可以買雪糕、買飲料 你看看,很想吃雪糕 現在正在等火車去這個酒店 很冷 現在這裡幾度? 6度而已,所以很冷 我的外套在傑戶上 所以就… 冷… 2點05分才有車 終於已經上到這輛車了 2點05分了 然後等它開了 開到… 我們的目的就是去到那個… 不知道什麼什麼茶屋 然後要再轉車 那… 好好享受這段旅程 先休息一下 天下茶屋 之後再轉另一輛車 然後再轉另一輛車 然後再轉另一輛車 好好享受這段旅程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戴口罩補簾 一大準備 真的不是說笑的 濕到真的好冷啊 騰騰鎮啊 不知有什麼吃 什麼 積慶的旅行又是 即是沒有計劃行程 沒有計劃行程 隨便吧 這個旅程的隨心 見到什麼就吃什麼 Mini 好漂亮啊 這個Mini仔 有章魚小丸子和大阪燒 讓你選擇的味道 看看要哪一種味道 這是最普通的明太子 不知道要怎樣 不打不撞 找到章魚小丸子 挺特別的 很多東西吃 好像很棒 還有大阪燒 三百八十九Yen 挺大顆的 不過24港元 這個比我想像中 不是太特別好吃 裡面是這樣的 章魚不夠大 因為我之前在東京吃 超好吃 這幾天再試試不同的 章魚小丸子 好 到了 終於看看酒店 先開箱的房間 好漂亮 不錯… 兩張床 然後再看看外面的景觀 太陽很大 然後再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 也挺大的 洗手間 好 這個就 站乾了 終於來到酒店了 這間酒店超棒 好漂亮 一進來 一進來 其實剛剛也開箱了 是… 很大 都算OK的 不算是 那些很小的 很擠 很擠 不錯的 五百多元 然後三晚就1500元左右 然後 為什麼說這間酒店這麼棒呢 它呢 是有任吃拉麵 任喝啤酒 還有禁溫泉 還有頂樓 十八樓 是有空中花園 任喝啤酒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坐在這裡喝 還有任吃雪糕 待會應該會先吃一杯 但它有行的時間就是 九點到十點 就在一樓那裡吃拉麵 可以任吃拉麵 過了十點就沒有了 浸浴就是分男和女的 女士就在三樓那裡浸浴 不過是另一邊來的 不是這一棟建築 是另一邊的建築 任喝啤酒呢 它就說三點到十點 都可以任喝啤酒 哇 它有包括山啤 燒酒 還有各款雞尾酒 還有威士忌 威士忌沙達 哇 待會今晚先喝一杯 好了 現在準備去看看上面的空中 我想上十八樓看看空中花園 我看到的相片都很漂亮 很漂亮 待會上去看看 浴場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 好 現在上去看看 剛剛還看到 酒可以帶上房間喝的 補店大堂內的餐廳 不是 餐廳可以外帶食物進食 酒可以帶進客房飲用 喔 餐具滑酒杯 請還到餐廳的餐具回收處 哇 今晚我可能叫一杯威士忌 雞尾酒 喝完 就在床睡覺了 之後就到明天早 好 就決定這樣 這裡會每天提供一人一瓶水 哇 這裡是風筒 這裡呢 茶杯 然後呢 這裡有個雪櫃仔 其實不是雪櫃 它是那些幫你補溫的櫃 這裡呢 就是酒店的走廊 都挺開陽的 前面呢 有個窗 這個呢 有個露台讓你走上去的 哇 哇 挺棒的 哇 這裡很漂亮 不過有點畏高 已經到了這個天台了 原來這裡出去 哇 這個就是空中花園 真的讓你坐在這裡聊天 看景 很大 不錯… 剛才呢 我不是走過那條樓梯嗎 如果你一直這樣走 就可以上到這裡 不過它封住了 那裡就是APA酒店 但我覺得這間酒店比較好 大家下次可以來這裡 這間日資彩的酒店 覺得真的不錯 在日本橋 其實很方便 地鐵站一出來 走一分鐘都不用 就到了酒店 今天真的超好天 藍天白雲 哇,真的很棒 我記得 那些雪糕是自己的 我要… 朱古力和雲尼拉都要一些 可以嗎 我以為它是浸雪糕 原來是自己的雪糕 但我反而對酒店有興趣 它是自己針出來 然後自己可以跳走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棒 你看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人 現在先吃一本雪糕 再出去逛街 雖然現在是10度 但我也想吃一本 梅雪糕 是朱古力和雲尼拉的雪糕 試試看好不好吃 很好吃 它是很濃的朱古力味 不錯… 很滑 很濃的 試一下這個雲尼拉 今晚可以試一下拉麵 倒得有多棒 即是可以浸完肉之後 下來吃一碗拉麵 然後再喝一杯啤酒 然後再上去睡覺 不錯 真的很好吃 這朱古力很濃 大家喜歡吃這個朱古力味 還是雲尼拉味 剛剛看到人家做這個雲尼拉 挺有趣的 是啤酒雞 但它是去到8點之後 這雲尼拉的雲尼拉 只要開燈 嘩 玩燈還是這樣按 嘩 嘩 停停停停 太多了 現在我只是示範 原來是要插入一點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 喝一杯冰毒 原來它有一個 出來的這個位置 按在對應那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了 好 先試一下 先喝一瓶 好喝嗎? 我先試一下 我不懂喝酒 但試一點點 可能醉醉了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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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杯啤酒不錯喔 不苦的 好容易入口 不錯喔 對 夠冷的 夠冷的 很棒 喝多一口 可能就一邊逛街一邊醉 我有喝的 喝過日本啤酒 原來還有其他飲料 有果汁喝 有茶 咖啡 哇 這些咖啡也不錯喔 它那裡寫的可以自由喝 自由喝 喜歡喝什麼就喝什麼 我請 請你們喝 喝夠了 我們現在是時候要出去 出發了 一定要出去逛逛 否則全天都留在酒店裡 浪費了一點時間 雖然酒店很好玩 挺棒 我覺得這裡很地道 這些遊戲機那些 是Mario來的喔 好棒喔 第一次在日本看到 然後就這些 留個蛋 菜馬糧喔 馬糧喔 300Yen 就可以留一個馬糧 夾夾糖機嗎 是不是真的夾到的 夾那些 Million來的喔 然後這些又糖 怎麼這麼高 好可愛喔 我們繼續走 清 這裡呢 這裡呢 是很多那些 古董的 遊戲機買 遊戲機大 超棒喔 全部都很便宜 不算貴喔 OK 喔這個也有 Mario 小英子也有 400多元 好棒喔 這個 好棒喔 這個 好多薄 這個有生果嘛 417有888 這個很便宜啊 我去那些菜 天生 好 韓哥你先吃到那裡 這個 這個吃得什麼 134 不算 這個只有我淡水 1380 1380 OK啊這個 我買這個 哇有奇異果啊 我慈愛的奇異果 找到一間呢 很便宜的拉麵 228Yen 即是加上水250 但它沒有什麼菜 即是就烏冬 烏冬麵 OK啊 我覺得不錯 有些肉的就是這個 640Yen 但這個真的很便宜啊 很多日本人進去吃 剛剛又進了一間店舖 全部都是Pay Station的東西 哇好棒啊 這個電競椅 還有一個耳機 多少錢啊 2,940 這些電腦的耳機 喔 這個很棒 還有一個耳機 還有一個耳機 多少錢啊 2,940 這些電腦的耳機 這麼棒啊 還有很多殼 這些 其實這些都不貴 很想要啊 這個很棒 真的很多東西看啊 還有模型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走到哪裡 但是進去這個商場呢 全部都是遊戲機啊 模型啊 這裡有標 這些是我以前很喜歡玩的 哇 還有BARBY 很多BARBY玩具 哇 很多玩具啊 多不勝數啊 很多車子啊 很多不同牌子的車 哇 還有超人變身的腰鎚 讓我看看有沒有達達星人的樣子 這些都是超人啊 我感覺是達達星人在附近 達達星人 為什麼看不到的 怪獸呢 怪獸附近 找不到啊 算了 啊 終於都來到這裡 哇 看到有夾公仔店 我還要有兩間 我們玩完這個很貴的夾公仔 現在吃這個大阪燒 現在呢 就試一下這個鑽魚屎 剛剛叫做 這個440日圓的鑽魚燒 有叫可樂友 它那些呢 要攪勻那些大阪燒 好啊 攪勻了之後 現在就放進去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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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這裡 中間這裡 哇 它… 它像整片東西一樣 其實是不是… 其實已經攪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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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 15厘米嗎 有沒有15厘米嗎 差不多 有點噁心 這個大阪燒 等這個大阪燒的時間 我先試一下這個鑑魚燒 好像很棒 這個是原味的鑑魚燒 很大顆 我先試一下 裡面很熱啊 但是它裡面 但是它裡面的鑑魚燒 也是很小顆的 其實… 不算很大顆 但是還不錯 好吃的 你試一下 鑑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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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夾公仔 這個大阪燒 自己做得挺好吃的 真的不是賺自己 但真的挺好吃 其實那些料是 它給我的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加上這些醬 加上鑑魚燒醬 還有那些沙律醬 之後就很好吃了 其實自己家裡也可以做到 剛剛就是吃這間鑑魚燒 很大顆鑑魚燒 不過我還是覺得 那些鑑魚燒也是一般 不過我覺得 那些大阪燒也不錯的 現在大阪的食肆 八點半就散了 很多東西呢 即是很多東西都已經 好吃的東西已經散了 所以如果再晚一點來 應該沒有東西吃的 我們剛剛吃飽 就現在先逛逛Donkey 這個就是任吃的拉麵 它的樣子都看起來不錯 走完街很累了 現在回到酒店 試一下它這個任吃的拉麵 看起來不錯 先試一下 哇!這個湯很好喝 真的耶 OK耶 現在外面8度 哇!很冷 超級冷 吃一碗拉麵 就暖了很多 然後它還有一些果汁 是滷滷的 這個是減肥的 不知道是什麼果汁 哦!這個是紅蘿蔔 這個呢? 浪費牛汁 真的超級好吃 吃完想再吃一碗 那些人的 那些人真的 吃完再吃 吃完再吃 吃了很多碗 超好吃 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真是推介 好吃 又看到後面是這麼多人 真的超級好吃 救命很誇張 我吃完 我吃完一碗再吃一碗 現在第二碗 真的超級好吃 湯底是超好喝 真的不得了 真的很好吃 可以先拍一張照片嗎 真的超級好吃 這是第二碗 你看起來 好像很普通 但其實吃起來 湯底是超濃郁 是超入味 很想喝完湯 很熱 熱辣辣 外面又冷冰冰 吃一碗拉麵又熱辣辣 可以喝酒 在後面可以調酒 調酒 如果你想回上房喝也可以 可以拿酒回上房喝 吃完回去 真的一定要減肥 又肥都失磅 神經病 已經很肥 又傷了下巴 但是減肥 這間酒店預約了三晚 我打算試試不同的酒店 在京都會預約兩晚 然後再回來預約三晚 回來的時候 預約在深齋橋附近 這個就是雪糕 又是吃雪糕 下午吃了一杯 有兩口雪糕 現在再吃 不吃真的對不起自己 肥十磅也值得 做多些運動 肥是這樣練成的 吃完之後回上房休息一下 看看浸不浸肉 休息一下 我想今晚應該早一點睡 因為很累 很累 沒有力氣 已經沒有浸浸肉了 終於回到上房了 今天很累 休息一會 晚安 這裡就是酒店的出口 一出來就走到這裡 然後就是溫泉 溫泉 然後進去就可以浸溫泉 裡面還有按摩椅 這裡要拿房卡才可以進去 然後有按摩椅 然後我想試牛奶 白麵 這是咖啡 朱古力咖啡 這裡每晚都會有很多人按摩 然後這裡就可以讓你吃東西 聊聊聊天 然後這裡是做夢想的 嘩 這裡是夢想房 這裡 我覺得不錯 這間酒店的裝飾是很美 這個和服 然後它上面 這裡有個廁所 然後它八樓就是獨立室 獨立溫泉室 七樓就是獨立溫泉室 然後三樓就是女子溫泉 就是全部那些女人都是三樓 二樓就是男人 記住的時間就是六點到十一點 然後五點到十二點 十一點半是最後可以進去的時間 浸到十二點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